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4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国际奥委会说日本负面舆论会转向 路透社报道 日本民调显示多数人希望取消 7月23日到8月8日的东京奥运会 不过国际奥委会仍坚持 举办东奥开幕倒数78天 这个运动赛事命运仍未卜 国际奥委会周三淡化了日本舆论要求 取消东京奥委会的担忧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说 我们倾听民意 但不会以民意为导向 一切状况都在告诉我们 奥运会可以继续进行 而且会继续进行 日本独卖新闻5月7日至9日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59%的受访者希望取消奥运会 而39%的人认为应该举行 调查中并没有延后举办这个现象 另一个日本新闻媒体机构TBS 在周末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65%的人希望取消或再次推迟奥运会 而大约5天前发起的取消奥运会情愿 已有30多万人签名连署 连日本首相菅义伟 此日被问到此事都说他从来没有把奥运会放在第一位 日本已将东京和其他三个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底 并正在努力控制疫情 此外根据路透社 日本的疫苗接种率也是富裕国家中最低的 这些都是让日本人对于能否顺利举办奥运成疑 国际奥运会主席巴赫也在这样的情况下 取消了原定于下周的日本访问计划 但亚当斯代表他发言表示 东京奥运将是世界一个历史性时刻 会让日本人民感到自豪 针对日本民调反对举办奥运 国际奥运会发言人亚当斯就说 国际奥运会和东京的组织者知道有一些私人的调查 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否知道细节 美联社也报道奥运会在主办国的受欢迎程度 通常会有所下降 然后在奥运会开幕和运动开始时 势头会有所回升 然而反对派态度看起来是逐渐越来越强硬 他们队已经花费了至少150亿美元 特别主要是纳税人的钱所举办的奥运会感到相当不满 虽然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日本正在进行的为期4个月的火炬传递活动 各项洋地器材测试项目也继续在东京进行当中 奥运会资格赛也已经在世界各地举行 亚当师就说大约有7800名运动员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占总配额的70% 还有10%将在6月29日前接显 那大约20%的参赛者名额是根据33个项目中 一些项目的世界排名来决定的 亚当师补充说大量继越来越多的参与者 将在抵达东京的运动员村之前接种新冠疫苗 国际奥委会已经达成协议购买中国的疫苗 并接受辉瑞公司捐赠的剂量 分发给世界各地的奥运代表团 朝鲜社新单位收集情报 准备与美国对话 韩国对潮网络媒体DailyNK报道 朝鲜外务省最近成立了收集并分析 美国对潮政策及舆论东向的新单位 开始为同美国恢复对话做准备 专家认为朝鲜似乎已将韩国排除在对话之外 要直接与美国互动 朝鲜外务省在下属对美协商局 新设一个有60多人的部门 要收集并分析美国对潮政策及舆论动向 由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领导 这个正式名称未定的新部门的主要业务 是收集美国媒体的报道 以此为基础制定应对战略 并实时分析舆论动向 为了进行及时分析 一些人员按照美国时间工作 下午5时上班 凌晨1时至2时下班 值得注意的是 领导这个新单位的不是领导对美协商局的 外务省第一副项崔散基 而是身为劳动党副部长的金与正 这意味着金与正不仅负责 包括对韩对美政策在内的对外政策 所有对外情报和战略都在它的主事范围 分析就指出过去朝鲜一贯强调在美国撤回对潮敌对政策之前 不会与美国进行任何接触 但如今新色的对美应对单位 意味着准备与美协商 这可能是显示朝鲜在某种程度上 肯定了拜登政府的对潮政策 消息人士就称朝鲜以前预测拜登政府对潮 摆脱不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战策 但拜登政府后来表明不会指望靠此政策达到目的 而可能选择介于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的中间路线 在朝鲜看来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朝鲜新色对美应对部门的另一个可能目的是 在朝美协商中完全排除韩国政府的作用 而要直接掌握朝美互动 那朝鲜是2日发布金正恩首脑外交活动的纪念影集 里面却没有韩朝首脑的会谈的内容 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照片 那失踪研究所朝鲜研究组主任郑成长认为 朝鲜则是彻底无视韩国 韩国要通过改善韩朝关系来改善朝美关系的构想 看来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韩国有必要调整对朝政策 美国将插手中国对澳洲的经济胁迫 那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 澳大利亚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 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理 他还表示 中国对美国盟友采取的这种举动 将无助于改善中美关系 那布林肯说 我们已经向PRC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 他们对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和盟友 采取此类行动 将对改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构成障碍 佩恩向随行的澳洲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 澳洲明确表示 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他说 但是我们绝不会在损害我们国家安全或主权的问题上 做出让步 并且会继续采取行动捍卫这一点 中国和澳洲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紧绷 中国对来自澳洲的产品 包括葡萄酒 到煤炭等实施了一系列的贸易制裁 美国政府多次批评 北京试图向有利益冲突的周边邻国施加压力 美国总统拜登寻求加强其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关系 以与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相抗衡 中国官员子女赴美国求学大使馆拒签 中国一名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签证被拒 理由是该名学生的父亲是公安部人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 美方做法不利于中美健康正常发展 人为破坏了中美两国正常的人员交往 在美方签证官员的辩条中就提及 这是鉴于美国国务卿的指示 那停止颁发对于中国的移民局 安全部、公安部等 现役人员的配偶和子女的签证 辩条中也提到 理由是中国拒绝接收 由美国递解回中国的中国公民 那对此 华春莹指出 我刚刚看到有关资讯 我的同事给我打了一个美国签证提醒 提醒就写到 上述身份人员子女入读美国学校 暂停发放签证 华春莹就表示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证明美国出于政治原因 人为破坏中美两国正常的人员交往 这也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正常发展 华春莹反问 按照美方这样的逻辑 中方是否应该拒绝 给予美国情报执法部门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属颁发来华签证 那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错误 为中美两国正常的人员交往 创造合适的条件 换个焦点 美国完成疫苗接种者可免戴口罩 那路透社报道 美国联邦卫生机构发布新指引 已经完成冠病疫苗接种的人 在户外无需再戴口罩 在室内多数地方也可以不戴口罩 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州市说 这项修订版的指引将可以让人们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那疾控中心还说 完成接种的人在多数地方不需要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那该机构希望新指引将能够鼓励更多美国人接种冠病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是美好的一天 拜登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时并没有戴口罩 他说如果你已经完成接种并可以摘下口罩 那就可以做美国人常做的一件事 给大家一个微笑 美国疾控中心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周三一致支持政府紧急授权 允许12至15岁的青少年 从周四开始接种辉瑞BioNTech冠病疫苗 拜登说东岸鱼工周末将恢复正常 那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向美国东岸驾车人士保证 燃油供应应可在周末恢复正常 那招黑客袭击的克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表示 其燃油运输管道系统已经全面重启 那克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周四深夜发表声明说 整个燃油运输管道系统已经恢复运作 并向其服务的所有地区运送燃油 那不过其产品交付供应链 可能仍需要几天才能恢复正常服务 那5月7日这家全美最大的燃油运输管道运输商 发现其运输管道系统遭到勒索软件攻击 被迫关闭人口稠密东部各州的干键燃料网络 导致油公吃紧东南部闹油荒的加油站不断的急增 那拜登周四就表示 美国官员不认为俄罗斯政府涉及 科洛尼尔公司的网络攻击事件 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 发动袭击的黑客住在俄罗斯境内 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呼吁 科洛尼尔公司不要交付赎金 再来中国强迫劳动是出野补贴 美国获抵制冬奥会 那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四就表示 人权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之一 而强迫劳动给予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是出野补贴 戴琪就说 美国可以使用包括关税 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中国抗衡 那至于是否以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方式 来回应中国在新疆的强迫劳动 戴琪就说 他将与国务卿布林肯进行讨论 戴琪说 中国带来很大的挑战 美国不能在竞争中输给中国 面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时 采取手段去创造公平的环境等 都只是防卫性措施 他认为美国必须采取公式 要对未来投资 增强美国本身竞争力 包括基础建设 研发等等 才能与中国进行竞争 戴琪就透露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正在全面审议对中国政策 包括第一阶段 中美贸易协议 产业供应链 那不公平贸易行为 人权侵犯等等 上次进行这样的全面检视 是16年前 戴琪就说 到头来这些还是经济议题 会冲击经济竞争 强迫劳动根本上 不只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剥削 更是个非常出野的补贴 用来降低成本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的贸易政策 公平贸易政策 以及良好的贸易政策时 会谈到的低价竞争 把焦点转向香港 香港进一步加强酒店检疫 那根据新岛日报报道 香港政府宣布进一步加强 指定检疫酒店的感染管控测试 那抵港人士除了在机场底部时 需要接受检测代行之外 在指定的检疫酒店 接受强制检疫期间 也需要重复接受检测 那抵港人士除在登机前 或在抵达时检测外 在强硬检疫期间 需接受检测的次数 似乎检疫期会增至两次 也就是七天检疫期至四次 二十一天检疫期不等 那此外从极高或省高风险地区 即巴西、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 菲律宾及南非迪港者 或者是已经接种疫苗 并或缩减检疫期者 也需在完成检疫后 额外接受强制检测 那由于部分指定的检疫酒店 有大量来自高风险地区的人士入住 那政府已经建议这些酒店 将其入住率降低至80%或以下 所有的指定检疫酒店也正在每一楼层 安装空气净化机 那大部分已完成安装 当局已建议酒店在可行情况下 分隔从高风险地区和其他地区抵港的客人 即例如在不同楼层隔离 那此外 酒店会提醒人们入住时 在开门或进行咽喉和鼻腔合并 试止采样之前 需关闭所有窗户 而酒店员工也由每隔14天进行一次检测 改为每隔7天检测一次 新闻的时候 我们把焦点转向曼谷 曼谷8月或为外籍人士接种疫苗 曼谷市政府发言人彭萨公先生 回应有关为外籍人士接种疫苗计划一事 他表示泰国有政策要为每一个人都接种疫苗 所以不能够说应该为谁接种 不应该为谁接种 那目前还是优先给泰国人接种 之后预计将会在8月份的时候 开放外国人预定接种 另外关于是否会给流浪人士接种疫苗 发言人称 如果疫苗准备好了的话 肯定都会给每一位民众接种 包括流浪人士 那至于说 给没有进行网上注册的民众接种疫苗 发言人回应称 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先预约好 因为这样的话 个人信息比较容易搜索到 各方面管理也比较容易 而且之后疫苗数量增加的话 也能扩大至预约接种人数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